威威 姚童威 baby baby 买买 今天我们来来讨论一下 男生跟女生在职场上到底哪一方比较吃香 女生 女生比较吃香 女生一跳 你们这样不公平 你们有两个人 男生四票 我赢了 没有 我真的觉得女生在职场上非常的吃香 就是 光是 你要讲什么 你要说你漂亮吗 对啊 光是我的外貌 我就已经赢在起跑点上 我就已经赢在起跑点上 嗯 那我也不差 嗯 那我也不差 我这个外貌我也 男报 之前其实有一个工作 我们三个都有一起在旅展 旅游站打工 那个工作的性质就是我们要去旅展里面拉人 给他敌人说要不要去巴黎达 要不要去哪里哪里这样 这位美女当时就有一个男生 一直在外面守着他 应该是要说他是一位伯伯 一位伯伯 对 他是一位伯伯 然后呢 他就是拿着一把雨伞 然后就一直在我父亲绕来绕去 说定他 鼓足了勇气 然后终于往前 然后问我说 诶 我们这是在卖去哪里的 然后其实我头上就是已经有写了 就是巴黎道三个字 对 就是非常大 我就是阿伯们的菜 我就是 那感觉你生小孩吧 不是 我真的是很多 很多阿伯的菜 那我想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 他有跟你买吗 是没有 但是他没了 可以 你生小孩 没有 我跟你讲不买 但是他至少 我赢得了他的心 哦 谁可以赢得 谁在乎 谁在乎 谢谢 妹妹是喜欢找我聊天拍照 这样子 因为可能有一些妹妹有认出我 生灵之王 生灵之王第一季的歌手 但是想要听歌可以关注她 好 谢谢 妈妈是就有消费能力的 你业绩好吗 我业绩不错阿 我一生都不错吧 我记得好像还好 没有 他业绩是不错 我记得 对 他业绩是不错的 我的业绩最好的吧 没有 他业绩很好 我跟你讲 你是过去跟那些男大生塞奶一下 我都要塞奶 我是很认真跟他讲一些精彩 他就是那种塞奶型的业务 他就 嗨 嗨 你们要去哪里阿 不是 我跟你讲 你要这样子才能跟他拉近距离 哈啰帅哥 你今天要去哪里呢 对 因为我就在旁边目睹整个经过 我也在我也在 他有一个非常 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家机 就是马上当下直接成交了十几位男大生 然后呢 我就目睹全程 就是那一群男生就说 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然后他居然会 他在哪一次啊 我很多次 结果我们都在的那一次 哦好 哦 反正呢 反正呢 那一群男大生就说 我们还要再去逛逛 我们要去绕一下 结果这个人 他居然就回他们说 什么 男生的讲话都不可以信 什么男生都喜欢骗人 突然在那边演什么穷游戏 不定 然后那些男生整个就是 开始那种娇羞笑 好好 不懂 他没有走 他们就留下 就是 因为你 因为你跟他们讲说 男生都喜欢骗人 他们就说哪有啊哪有 对 然后结果呢 那些男生十几个人 旁边有露出去 就可能两三个很散的 对 他说来你旁边的你们过来 你这样听得到我讲话吗 对 对 你就说你这样听得到我讲话吗 你都没有再听我说话 可是不是我这种语气 他说你都没有再听我说话 你站过来一点 你这样子听得到我讲话吗 哇塞 然后结果呢 结果呢就形成了一个 很像蚂蚁喝水的一个画面 他一个人在中间 然后旁边就十几个男生 就围住他 哇塞 开始听他演讲 你耐一下就有 对你真的是用耐的 我不骗 我真的不骗 那个声音 每一个女生撒娇的方式不一样 可是其实 就是同性的也是吃撒娇这一套 嗯 因为我觉得会撒娇的女生最好命 有没有听过这本书 撒娇女人最好命 有没有听过这本书 那应该是我们要善用自己的勇士 对 我的勇士是什么 大女女 可能就是我灿烂的笑容 好 OK 下一题 好 除了旅长以外 你还有其他任何 打工事机可以拿来说嘴的吗 拜托拜托 酒吧你有做过吗 没有对不对 Bartender你有做过吗 没有对不对 你有当过Bartender 我当过 因为你们认识我 我个性比较老实一点点 然后那个 就是店长 因为他看我帅帅的 然后他一直叫我去跟客人聊天 是喔 开始我就乖乖聊天 然后店长发现不对劲 他不是要我这样跟他聊天 他要我干嘛你知道吗 他要我去跟他编织一些美好的故事 我要跟他们说 不是说谎吗 不是说谎 我只是创造一个角色而已 喔 哈哈哈 我不是说谎 对那不是说谎 因为我毕竟也是演戏 演戏嘛 只有创造一个 我不是麦彭 但是我 我有这样的技能 譬如说他就跟他说 诶你就骗那个妹 诶 诶 譬如说 你就跟他讲说 你会冲浪 我根本不会冲浪 我连浪板都站不上去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他编织怎么样的 美好的故事 然后让他会 想要再来找你 就爱上你 之类的 但是因为我这个人 真的太过老实 后来我就想办法 后来我就去找那种单独 譬如说 一个或两个来喝酒的女生 就没有男伴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 有些人看起来心情不好 或怎么样 我就陪他们谈心聊天 但也因为这样 然后曾经有一个女生 然后不小心 他可能就喜欢上我 我跟你讲 我完全没有释出任何爱意 然后他夸张到 就是我假日 酒吧都到五点 然后他就五点在外面等我 这样 然后我出去 我就觉得压力好大 早上五点 他是爱上冲浪的你 还是一般的你 他是爱上真实的 real me 他是真的爱上真实的 因为我还是没有 我没有去骗他 你市场其他同事有 我同事都有 懂得到有心 没有他们一定会创造 可能不止一个 所以你知道 各位小妹妹们 渣男就是这样来的 不要太相信 没错 渣男就好几个身份 对 对对对对 那你这样看 我要想看你有什么厉害的 我什么厉害的 你们知道我之前有做过酒醋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对 那个时期你有经历过 酒醋 对 我知道 是海产那种 很样提示喔 没有没有我只是好奇喔 那个工作就是你跟行销公司配合 对 然后你就会穿他们制服 就有时候台品 就会穿那白色绿色的裙子 就让人口店的那种 对 那个薪水是不是很高 四个小时就两千块 很多 很多很多 那才愿意去做啊 你这样你漏个奶就有了 我没有漏奶 我跟妳讲 大家那个啤酒品牌 大家都是非常震惊的 不是酒店OK 可是你们穿的很少啊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穿那么少 没有有没有这么少啊 就是穿斜斜的啊 人家说男生也是很喜欢看 因为行销公司 每次你配合到就是不同厂商 可是你这次卖海尼 跟下次你去台皮 然后什么青岛 所以呢每次客人来的时候呢 我就是拿一瓶啤酒 然后走过去 一个新的桌 然后就过去说 今天喝酒吗 然后 就一样模式 你看他第一次用这种模式 超可爱 不是 不是不然要做什么 就是工作 对吧 反正今天喝酒吗 然后一个男生就说 喝啊 哪个好喝 看我们今天卖什么 所以我台皮说 当然是台皮好喝啊 18天 然后隔天海尼根 当然是海尼根啊 再一点青岛 而且他们也觉得很好笑 因为他们也知道 我就穿这个 穿那个厂台在上面 你就必须要看自己的东西 对啊 那合理合理 但我要讲的是工作的时候 其实要很注意眼睛 就这样很会看脸色 男生他可能有女伴 他可能不想要喝酒 或是什么 所以你要非常注意 可能女生脸直接变掉 你就不要再取了 其实任何工作 对 其实任何工作都一样 我之前卖车的时候也是 就是因为卖色几乎都是男生在卖 那老婆可能一起的话 就是要非常注意 你拿那些什么 龟配表啊什么的 然后你要坐下 就一个圆桌 你永远要坐女生那一方 对 靠近女生那边 对 要非常会看脸色 可是你讲这个我觉得 男生这方面好像就还好 因为其实我以前在销售的时候 就是有那种家庭 老婆跟老公一起来 其实老婆可能 对这台机器有兴趣 我跟他介绍 其实男生是不会有那种 像女生这样翻白 或吃醋 男生很阿沙里 然后我也不用担心说 我会越举 或我跟谁讲会不对 这样 你的意思就是 你直接跟我老婆谈就好了 对 但是女生要对一个人 然后再对一个人 对 如果我们女业务 直接去找老公的话 他老婆就会觉得 你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你卖东西还是要 你是卖东西还是卖人 对 你还是蛮想干嘛 所以男生差一分 对 男生这方面是真的比较 所以其实我觉得 女生跟男生也都是有 各有优势 但是我根本觉得女生可能有时还是多一点 对 我这样听下来我也觉得 一开始我觉得是男生 但是我后来刚刚听你那样讲 就是 撒个娇啊 去耐一下 然后穿少一点就有 但因为男生不太一样 他在诬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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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诬蔑女性 我就是那一段 等一下我没有 但这是事实 你们自己看刚刚讲的案例 这都是事实 你不能一直这样误化女性 误化女性 没有阿 那我这样讲好了 其实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永远搬东西的都是男生 因为我们搬不动 没有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搬不动 我跟妳讲 再轻的东西 你们都会说搬不动 真的搬不动 我跟你讲 大箱就算了 然后如果是那种小箱的东西 就说 帮我提一下 妈的巴下去 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讲的是某位森巴 大家应该都有遇过职场上 就是会有这些某位森巴 他们不一定会让男生 去拿那些东西 他们也会让男人婆去拿那些东西 我就是有这种经验 我跟你讲 你是那个三八吗 我是那个男人婆 我是那个帮 我是帮那个三八拿东西的很好吗 可是 可是 说真的他只要那一碗 然后我们去想说算 女生的声音说出来 就是会特别不好意思拒绝 就跟男生比起来 因为如果对男生的话 假设我不愿意帮这个忙 有人要把他自己的业务丢给我做 我就会直接说 我不要你自己弄 然后如果女生就说 你可以帮我干嘛吗 我就 哦 然后心里就是大翻白眼 我日本男生女生都有自己的优势 不管是论外在还是论个性 其实有很多人 他虽然说可能外表 大家不是那么觉得 一眼就可以被他惊艳到 可是你会觉得跟他讲话 他很有亲和力的 你就想跟他成交 最后还是到人的身上 人 如果先善用你的优势再去找工作 其实你成功几率是比较大的 是 其实是啊 不然你去那个卖酒醋 你去卖啤酒看看 我可能 可能卖不出去吧 就穿那个半截说 要不要在台幣 好恶喔 对 好 麻烦在底下留言给大家 好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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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